今天头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游侠》 又名疯狂巡警 影片一开始 一个小女孩乖乖的坐在餐桌前 一名高大的警察慈祥的为她端来了早餐 小女孩一言不发 警察说你以后就会像我一样回归咱们的狼族 画面一转十几年过去了 此时是九十年代初 当时手机还没有普及 小姑娘渐渐的长大 她就是我们的女主 女主十年前从小地方来到了大城市生活 由于年少无知 结识了几个不良少年 小帅娘哥以及小黑 在他们的教唆下 抽烟喝酒溜冰全都学会 她染着一头红发 衣着也很是暴露 整天混迹于酒发 这天女主客了那个啥 正在舞池里嗨癖 忽然遇到了警察茶牌 慌乱中小帅将一包那个啥交给了女主 让她赶紧逃 可女主还是被警察追到了天台 小帅情急之下用刀捅伤了警察 拉着女主就要跑 女主在慌乱中捡起了警察的配枪 一路跑上了小黑开来的面包车 扬长而去 随后冷静下来的几人开始商量对策 毕竟袭警是大罪 小帅提议回女主的老家 那里有山有水 是一个国家公园 当年女主就和她的叔叔在那里居住 后来女主的叔叔去世后 房子就一直闲置 女主犹豫着不肯答应 可实在嫁不住朋友的央求 又因为实在没地方落脚 也只好同意 就这样一行人开车往故地地出发了 半路上他们还结识了 同样是不良少女的短发妹 大家是吸着那个啥唱着歌 不知不觉地就到了目的地 在山下的便利店里 竟然趁着店主打磕睡的功夫 偷偷地进去拿了一些吃的就要开溜 谁知女主一时愣神 落在了后面 被警察发现给叫住了 女主慌张地抬头一看 竟然是影片一开始的那个警察 他叫强叔 是这一片的巡警 强叔看到女主后很惊奇 不停地嘘寒问暖 而女主的眼神却不停地躲闪 他说自己的朋友还在等自己 强叔跟着女主走出了便利店 见到了小帅他们 从眼神中可以看出 强叔对这群小流氓打扮的年轻人 很是反感 还警告他们说现在是狩猎剂 很危险 他们是不能进入的 而小帅对强叔很不屑 说我们只是回自己的家 说着还挑衅地将垃圾扔在了地上 这让强叔更加的恼火 强叔不允许他们破坏家园的环境 女主担心矛盾激化 赶紧捡起垃圾 带着朋友们离开了 在临走前 强叔告诉女主 自己的家就在山顶的寥望塔那里 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他 随后一路辗转 竟然来到了女主叔叔的山间小屋 除了灰尘多 这里的设施还是一应俱全的 大家放松了下来开始闲聊 娘哥问女主 他的叔叔是怎么死的 女主愣了一下告诉他 是被狼给吃了 还说发现尸体的时候 叔叔的半张脸都已经被啃没了 听了这么血腥的描述 大家感到不敢相信 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 大家决定各自找乐子 小帅一直想追女主 但女主总是和他保持距离 所以小帅开始和短发妹勾勾搭搭 而娘哥和小黑居然是一对 呃 这可真是让人打跌眼镜 而女主难得回到家乡 就一个人来到了山下的小湖游泳 当年女主经常和叔叔来这里玩 忽然一声枪响打破了宁静 女主赶忙来到了岸边 发现有人偷偷来过 并且拿走了他包里的警察配枪 女主是又害怕又愤怒 他认为是小伙伴们搞的恶作剧 于是气呼呼的回去找他们 但大家都面面相去 说不是自己干的 女主认为他们说谎 而且对他们乱人垃圾 乱点篝火的行为加以斥责 女主从小生活在这里 对破坏森林环境的行为 很是反感 但这些野怪了的年轻人 怎么可能听她的话 依然是我行我素 特别是短发妹 一边抱粗口 一边人垃圾 忽然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脸颊 短发妹是鲜血直流 疼得晕了过去 随后大家慌忙躲避 可凶手在哪里 他们却一无所知 女主以为是狩猎记猎人的误杀 认为大家赶紧离开这里 才是最安全的 但他们的车在山下 距此还有一公里的距离 而且关键是 他们对这里并不熟悉 不知道医院在哪里 于是决定分头行动 杨哥留下来看着短发妹 黑哥去开车 女主和小帅去山顶的瞭望塔 寻求强叔的帮助 画面一转 杨哥发现短发妹的呼吸越来越弱 于是决定让他吸点那个啥 振作一下 不料短发妹吸了后 直接就没气了 杨哥是手足无措 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强叔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杨哥以为是得救了 不料强叔一看短发妹不行了 直接就给了他一枪 还说是为短发妹好 让他早点回归自然 杨哥吓得赶紧逃命 却不小心踩到了捕兽甲 强叔这次更狠 他让杨哥自己选择 如果不逃离就得挨枪子 杨哥一狠心 强忍着剧痛 直接将自己的脚扭了下来 强叔笑了笑 捡着他的断脚离开了此地 另一边 小黑来到了山下 看到旁边有家便利店 就想进去打电话求救 结果被提前到达的强叔 一斧子砍烂了脑袋 杨哥赶来是悲愤不已 也被强叔送了盒饭 而女主和小帅这边 来到了瞭望塔 强叔还没有回来 他们在房间里转悠时 却有了惊人的发现 强叔居然收集了很多 女主儿时的照片 并且把女主叔叔的那一边 给剪掉了 强叔是什么目的 他和女主 以及女主的叔叔 到底有什么关系 女主渐渐地 讲起了过去的一些事情 但依然不能确定 这时强叔回来了 女主和小帅赶紧 躲进了旁边的一扇暗门 通过暗门 他们来到了地下室 结果发现这里 几个铁笼子里 放着几具腐烂的尸体 看他们的装扮 都是猎人 女主和小帅也是惊呆了 不小心惊动了强叔 小帅被直接打死 而女主则被打晕了过去 等女主醒过来时 发现自己被锁在了笼子里 脖子上酸着铁链 而强叔则一脸慈祥地 给他端来了面包和牛奶 他对女主说道 宝贝你终于回来了 你还是当年的那个狼族 没有一丝丝的改变 此时女主渐渐地想了起来 那一天 女主和叔叔来到了悬崖边 练习打枪 结果叔叔在摆瓶子的时候 女主的枪不小心走火 叔叔被打中摔下了悬崖 女主也是慌了向强叔求救 但强叔却背着女主 用石头砸死了受了重伤的叔叔 然后他告诉女主 是他杀了自己的亲叔叔 以后就跟着自己好了 就这样 年幼无知的女主 被变态的强叔给霸占了 后来女主的亲戚将女主接走 女主也就渐渐地忘了此事 画面一转 想起这一切的女主 悄悄地拿起了装有那个啥的针管 捅向了强叔的脖子 然后端起了枪 开始追杀强叔 强叔逃上了寥望塔的最高处 一番搏斗后 强叔竟然心甘情愿地 躺在女主的胯下 任其殴打 女主打得越重 强叔是越兴奋 说女主终于回归了自然的野性 最终是女主一把将其 推下了寥望塔摔死了 就像她的叔叔一样 影片的最后 女主满身是血地来到了森林 她决定留在森林 继承强叔的衣钵 做下一个森林守护者 故事到此结束 有个名词叫做环保恐怖主义 估计是指强叔这样的人 不过强叔在这里的人设 更多的是恋童癖和变态杀人狂 至于环保恐怖主义的表现是什么 大家可以谈一谈哟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